大家好 我叫陳慈輝 我是浪琴錶第二屆的冠軍 然後現在就讀上話高中三年級 連續參加兩次國內選拔才圓夢 2010年陳慈輝千里迢迢飛到巴黎 卻因為太緊張 表現失常 首輪隱恨吞敗 淚灑紅土 不過也因為當時的挫敗 讓慈輝找到心中的王者霸氣 自信面對人生各種挑戰 可以學到很多 然後也看到 會讓我更想要去打球 然後更想要去學習 然後往上達到另外一個層級這樣 除了網球 陳慈輝也沒放棄 從小就熱愛的舞蹈 現在還是學校熱舞社的副社長 未來如果有機會 更不排斥往螢光幕前發展喔 可能會去參加就是舞團吧之類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或是有時間的話 因為我不希望我只會打網球而已 就是除了拿掉網球我什麼都不會 所以我也希望自己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活動或是才藝 從浪情專屬打造的網球舞台出發 讓陳慈輝跟同年齡的女生 比起來更為成熟 即將結束高中生活的她 未來不限於網球之路 而是追求自己想要的未來 多元化的發光發熱 後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